他们师父会念 他们找课做完 你就开始来拿 拿那些米啊 水啊 去外面洒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帮助那些动物 帮助那些虫 因为他们吃即解脱 有这个意思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这是有数学观 比肝得到远通 第八 第九啊 玄之远通 这位 就是对舌头的滋味 舌根 由舌根入道 叫做玄之远通 因为经文后边 讲圣道远通的名称 就叫做玄之 看着经文 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教 教反播题 自从做起 顶礼佛祖 而白佛言 我有口业 一过去接 青龙沙门 世世生生 有牛死病 如来是我 一味清净新地方门 我的灭心 入山谋地 观味之之 非体 非物 应念 应念得超 世间 逐楼 内脱身心 外移世界 远离山游 如鸟出笼 一垢消沉 范园清净 成乌罗汉 如来清净 但无学到 佛问远通 如我所证 范围宣知 思维第一 科判就是用这个范围宣知的宣知 为这宣知远通 范围宣知 教范围宣知 他的名字印度话 教范围宣知 翻成中国话 叫做牛死 牛死 呃 呃 思啊 就是 虚叫 虚叫 呃 牛 大家看过牛了 牛 他不吃东西 照样他的嘴巴 动个不停的 在那里 嘅嘅嘅 动个不停 啊 牛死就是说 这个人呢 虽然是人生 可是他的嘴巴像牛 一天到晚都在嘎 嘎个不停 啊 那么这个 教范围宣知 有这种毛病 这个时候 他要说他的 舍根远通 站起来 林立佛 然后 禀白于释迦 孟尼佛说 我有口业 啊 牛死比丘 他自己先对佛说 我过去师啊 造了一个口业 很严重 因此 我才会有这个牛死的病 呃 造了什么口业啊 你过去接 青龙沙门啊 根据 呃 其他的经论里面记载 教范围宝提 在九远 借钱 有一生 出家 做小沙咪 小沙咪 年轻啊 小孩子 调皮 啊 有一位老比丘啊 年纪大了 牙齿脱光了 嘴巴里面 没有牙齿 既然没有牙齿 他吃东西就很慢 慢慢在哪里 用牙床在墨 墨那个吃的东西 墨到能够咽下去 那么一口一口 慢慢地吃 但是他没有办法 一下子咽好 所以他这个嘴巴 都在动 都在接 都在动 啊 那么这个小沙咪 看到这个老比丘 这样子啊 他就笑 哎哟 你哦 你很像牛哦 像牛在吃草 在嘲嘲不停啊 哦 这个老比丘 听到这个小沙咪 说这个话 就马上问他说 你认识我吗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你是这名老比丘啊 我怎么不认识啊 老比丘是可以的 你知道我已经 成了阿罗汉国呀 你这句话不得了的 你继续阿罗汉啊 会堕地狱啊 哦 他一定 害怕 哦 说你赶快忏悔 哎 他忏悔过了 可是 第一月消了 牛也不消 牛也 说他是 说乌罗汉是牛啊 因此 他以后啊 堕落 五白世做牛 做五白世的牛 呃 因为他做五白世的牛下来 这个五白世的牛 就是因为 鸡叫老比丘 啊 像牛吃草 这种 这句话啊 啊 这个罪业啊 就堕落牛 五白世 啊 所以说他事事生生 有牛死病 啊 因为他事事生生 连住五白世 做牛嘛 做牛当然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啊 那么都在绝在绝 绝口不停 嗯 那么到了这一生 牛业已经尽了 转身做人了 由过去当过小三民 出过家 学过佛 以这个善根因缘 他这一生 一转到人生 又出家了 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 可是他出家之后啊 他没出家 就情况就是这样的 呃 呃 原因是这样 人生 牛舌 他的舌头啊 跟牛一样啊 牛的舌头 不知道味道 甜酸苦辣 这些味道 他不知道 牛是草吗 他只知道草味 草的味道 他知道 草是什么味 草只有淡味 带点苦 可是他并不会分别这个味道 因此这个 焦盘 波提啊 他生来吃东西 也是不知道味道 啊 因为他是牛舌头 人生牛舌头 吃东西 不知道味道 啊 你说甜酸苦辣 他完全不知道 咽下去就算了 啊 那么后来出家了 出家修行啊 正欧罗汉果了 正欧罗汉果 怎么样子正欧罗汉果啊 佛教他修啊 如来是 我一味清静心地法门 一味 牛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味 他不会分别甜酸苦辣 不会分别甜酸苦辣 就是以这一味最好啊 最清静啊 不要去分别 由此体悟自己本有的心地 清正这个心地本有的清静法门 由此可以入道 我的灭心啊 入三谋地 由此 这个灭掉贪嗔痴人妄想之心 见识烦恼断心了 正入这个 世根的一味法门的这个三脉 三谋地就是三脉 他得到这个一味的三脉 怎么样知道一味三脉啊 观味之知啊 非体非物 观察这个味道 甜酸苦辣的味道啊 这个知 不是正报的实体的人生所知道 不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也不是外面医报的东西 这个物品 有这个味道 他应念在朝世间诸如 由此啊 应这心念修灌的时候 就超出世间 断除见知烦恼的漏 由此 内脱身心 在内 脱去身心的障碍 不会掺着 就是破除我之 外移世界 外面的一些世界 他通通不不不去爱他 不起分别 那么对于三界的三游啊 通通也远离了 三游就是三界 一界世界 五十界 三游 他远离这个三游的情况 就是完全破除我之 那么因此他超出三界 如鸟出笼 好像鸟 非说这个鸟笼 那么离去一些够然 消除这个陈老烦恼 得到法眼清经 法眼清经啊 显示他 已经正道慧言 进一步修学 普三道 法言 那么由此 成乌鸟汉 如来清应 登无学道 那么他就乌鸟汉国了 佛清应正他 你已经 返倒断境 正无学之道 是乌鸟汉 这是叙述他 修行正国的境界 就是由舍根 由舍根 反未宣之而正国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啊 他虽然正国了 他的嘴是不是 还是那个老样子啊 还是那个老样子 这是最后一生的果报 虽然在乌鸟汉国 但是他这个身体 是已经一定是这样的 嘴巴还是一样动 在乌鸟汉国了 他嘴巴还是在哪里 动过不停 还在掘 那么如果有别的小杀民 看到又来诽谤的话 又来笑话 来这个 对于这个 乌鸟汉不进的话 那又要造业啊 那么因此啊 他正了乌鸟汉国之后啊 他很享福耶 他不住在人间 佛叫他说 你呀 到逃离天去 在天上 受天人供养 那么这样子 天人有神通 他知道他的原因 不会去讥笑他 不会诽谤 那么不会有问题 所以啊 佛地址当中 九凡伯迪是 受天供第一 在天上 他的生活蛮好的了 他在天上 受天人的供养 佛说法的时候 他就来听 平常是 他是住在天上 那么佛说法的时候 他来听 那他嘴巴还是会动啊 会不会使世间人出问题啊 那么因此啊 古著很有意思的 他就提出一个方法来 他说佛很慈悲啊 看到他嘴巴在动 恐怕人家 又有人在 这个讥笑 中到这个罪业 那么就 拿过念珠啊 给他念佛 他说佛 释迦牟尼佛 拿过念珠 教皇佛的念佛 那么念佛 嘴巴总是要动的吗 那么这样子嘴巴动啊 人家不会认为 他是在接东西 好像有道理 可是不能这样解 这是笑话 怎么说呢 佛在世的时候 教皇佛提正国 以后 那个时候有没有念珠 还不知道儿子 那么 这是一些 注解的人 自己想出来的 想当然了 这样子想出来的话 那么最先提出这个 这种说法的 就是宋朝的 这个温宁借款禅师 他在他的要解里面 这样子说 那么这样说 是不正确的 是有问题的 再说到 教皇佛提 他在俄罗汉国了 那么因为他那个 过去一向的习气还是存在 嘴巴还是会在哪里 动个不停 那么因此 恐怕有人 在看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会发生 又有 基教乌罗汉的这个故事 那么因此 有人在注解上 就说 这个时候 佛怜悯他 恐怕被人 认为他 有这个毛病 而 让人造业 那么就拿念诸 给他念破 这个 最早 这样写的 注解 因为我看到的 就是宋朝的 文林借款禅师 他的 《愣眼睛要解》里面 这样写 这是第一 他写出来之后 后来跟着赵超 不但是一般注解赵超 连那个很有名的 正脉也赵超 焦光大师的正脉 他还是一样的 说法 哦 佛哪念书 给他念破 这样子连注 跟着下来 好多注解 跟着都是这样 偷下来 甚至还变本加利的 说得更多 最不可思议的 近代的 《愿眼法》是 的讲义呀 他说佛哪念书 叫他含在嘴里 这更怪的事情了 谁念佛 把念书 含在嘴里呀 咱一刻念书 含在嘴里吗 万一一不小心 剪下去呀 诶 见戏哦 所以剪字不像话 这为什么没有动作脑筋